2017年台湾年度代表自是盲 盲盲然的一年年金改革一例 因修同性婚姻 导得台湾的民众盲然不知所措 只好卫生纸多买几包了 不过可喜可贺的是 在2017年底修改了鸟龙公投立法院下修联署 门槛废除了审议委员会 蔡英文总统说 这是台湾历史性的一刻 时代力量横给面子开出第一枪 提出牢基法修正公投案 希望由全体人民来决定取多争议的牢基法 是不是很棒啊 不过国昌老师在听证会上 却把话说得很重 在公投法补证的时候 就是避免发生过去 人民所提出来的公投提案 被过去的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 以各式各样是是而非的理由 将以驳回拖时间在程序上阻扰 所以才把公审会给废了 因为自古以来 公投审议委员会一直扮演者 我说得就是对的角色 公投提案 不过就是不过 而现在中选会的角色比较像是 补习班老师是要帮助学生通过测验 总结来说中选会是协力机关 不应做实质审查 虽然嘴上是说协力机关 但骨子里依然是审议单位 在幸福盟的三个公投提案中 不断在做内容上 是否有违宪疑律的实质审查 那大法官到底有没有说违宪呢 请问在748的里面 有没有被宣告现行民法 哪一条规定是因为748而被宣告违宪 无效的呢 就是我回答您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的解读 法务部的解读是 大法官在讲的是规范不足的部分 那以上说明谢谢 从法务部的新闻搞清楚看到 本号解释并未宣告民法任何条文违宪 而记者会上司法院秘书长吕太郎 也清楚说到并未违宪 没有使相同性别两人 可以为经营共同生活目的 成立这种亲密性 排大性的结合关系的范围内 与宪法的一直有为而已 一直有为而已 并不是说民法不一定 当这个所有的规定者违宪 没有那个意思 既然没有违宪 那中选会有什么理由 驳回人民行使公投的权力 况且是否有违宪 是大法官的职责非中选会 难道说当初蔡老板没选 你当大法官 现在在中选会要五扬威的 想当大法官吗 好大的官威啊 包大啊 有个人理想说 其实中选没有什么权限审则 有没有说这题目也不违宪 此议题的共识程度是零 代表的是一个相当严重的分歧 这么严重的分歧 中选会主委陈英潜 也上节目表达他的看法 如果说将来 现在大家讨论同婚平权啊 讨论的这样子 火车对撞啊 五十对五十意见不一 那就可以公投 可以 但现在中选会 确处处刁难人民行使公投的权力 那就可以公投 可以 难道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吗 奉劝主委回到 曾经对人民所做的承诺 人民呢 应该是要当价做主的 当价做主的 我想台湾 用民主作为台湾的骄傲 那么全世界在这个议题 能够有四十几次的公投 交付等全民决定 那么这次的公投的提案 如果因为这样子的中选会的一个 我们说这样子的一个审查 被宣告为违宪 那么我觉得台湾的民主 会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即使大法官释线了 依然是把球丢回到立法院 至于以何种形式 属立法行程之范围 连大法官都不想碰的烫手 山芋随便设个期限 赶快丢回立法院要执政党 自己解决 但尴尬的是小英支持同性婚姻 不过支持绿营者居多属于 中南部反对同性婚姻的老百姓 这下小英该如何回乡和老板报告呢 所以说要解决这问题 最好的方法就是全民公投交给人民决定 这是面对同性婚姻不二法门唯一的解套 政府假如踪踪立法或是修法 不管怎样都会得罪不少人 最后搞得自己里外不是人 不如就让正反两方来个婚姻定义公投 并以其他形式保障同性结合的权益 结果出来大家都会心服口服 也不会每逢过年过节 皮皮考考傻傻分不清楚 最后线上明天会更好来做结尾 希望丁佑台湾改善 台湾不要再忙人下去了 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M